这两个小朋友这么晚了,在这干嘛呢? 小朋友,你们在这干嘛呢? 找东西吃 你饿了? 这个水不能喝,那是别人忍的 你叫什么名字? 张欣蚁 后面那位是谁? 姐姐 姐姐,姐姐叫什么名字? 张静怡 姐姐几岁了? 十岁 那你们跟谁出来的? 爸爸 妈妈呢?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? 那为什么爸爸不带你们去买吃的呢? 不回家呢? 没钱 那为什么不回家呢? 这么晚了还在外面? 房子没了 房子没了 爸爸在哪? 那 在那? 嗯 你跟姐姐带着叔叔去找你爸爸去 叔叔给你们买吃的好不好? 好 走,带着叔叔去找爸爸去 走 这个水不能喝了,小朋友 叔叔一会儿给你买喝的,好吧 嗯 走,爸爸在哪儿? 带着叔叔去找爸爸去 在那儿 在那儿? 嗯 你饿了是吗? 嗯 爸爸在前面吗? 嗯 你们一直在外面吗? 嗯 哦 哪个是你爸爸? 那个 躺在那儿那个吗? 那个是爸爸? 先生,你好 遇到什么困难了? 需要帮助吗? 嗯 刚刚我看到你的两个女儿 在那个垃圾桶里边找东西 吃,喝 吃,喝 先生,遇到什么困难了? 没有 那为什么这么晚了不回家呢? 家没有 家没有了 小朋友 饿了是吧? 嗯 好,你在这儿等叔叔,好吧 叔叔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,好吧 嗯 哎,好的 走吧 小朋友 叔叔给你买吃的回来了 谢谢 不用谢 快吃 来,这又喝的 来 小朋友 来 来 姐姐的 来 三先生 是你的 谢谢,谢谢 啊,赶快吃吧 你看看喜欢不喜欢 你看 不够了,叔叔再给你们买去啊 你看看是不是你们喜欢吃的 来,叔叔给你们拿住啊 放在这儿 哎,放在这儿你们吃 吃吧 还有汉堡 还有汉堡 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呢 张星乙 张星乙 是吧 嗯 好,谢谢张星乙啊 你快吃吧啊 饿了 一会儿想吃的 叔叔再带你们再吃好吃的去 好吧 嗯 好 慢慢吃啊 那么有喝的 喝点 喝点 慢慢吃 慢点喝 慢点喝啊 好吃不好吃小朋友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啊 不够了 一会儿叔叔再给你们去买啊 张先生你也吃 好 哎呀 这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了 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 流落街头 赵先生 一会儿我给你们找一个住的地方吧 没有,我们在这儿 住的习惯了 那也不能说你看你能习惯了 两个孩子很小啊 一会儿我给你们找一个酒店住 好不好 我给你们开个酒店 小朋友好不好 叔叔给你们开个酒店好不好 嗯 姐姐你说好不好 嗯 你看 张先生你女儿都算好了 好不好 呃 我你们吃完东西了 我一会儿带你们去开一个酒店 你们先住下来 呃 你看你还有需要什么帮助的 你说一声 不要 我能帮到你了 我就帮你吧 好吧 你看两个孩子都饿了 我知道作为父亲也不想这样 如果说真的没有遇到难处了 哪能会让自己两个女儿 跟你在外面 晚上住的这样的街头 在女儿面前不掉泪了 好吧 对给爸爸擦擦眼泪 哦好贵哦 好慢慢吃啊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吃饱了 那我们就去找一个住的地方住下来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走吧 嗯 小妈妈 爸爸明天带你去找妈 爸爸每次说话都不算是 嗯 小朋友 想妈妈了 嗯 想找妈妈去 嗯 那你知道妈妈在哪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们先回去 先睡一觉 明天我们再找妈妈 好不好 叔叔你能帮我找妈妈吗 叔叔能帮你找妈妈吗 好 那先回去睡一觉 明天早上叔叔告诉你好不好 好 好 那先跟叔叔走好吧 走 拿上你们的东西 干嘛 拿下包 好好好 走 叔叔拉着你手走 叔叔一会儿再给你买点水果 好不好 嗯 走